一股十元月月配高息ETF00940募集风潮席卷全台 预估五天有机会突破2000亿 创下台湾ETF规模记录也传出乱象 就是把基金解掉拿去直接买ETF 我爱听我的朋友说他们解那个 比如说像房屋贷款 然后可能贷个300万或500万出来 然后去买固定的月配型 某位银行员网路发文 乡下分行上班一堆人要汇款 解定存100万的阿姨 拿房子全状借款的大哥 一天汇款破千万简直崩溃 形容是00940之乱 一腾认二的梗图又被网友拿来哭嗽 周楚除三嗨也被搭上线 00940都还没挂牌 脸书就出现自救会 成员将近5000人 有人询问满100张 4月1号上市涨多少 被提醒股价有涨也有跌 还有人自嘲是不是被当韭菜 愚人节就揭晓 一次太多人 提款进场ETF银行钱被领光 隔夜拆款利率飙上0.7% 达到除夕业领钱水准 造成流动性风险 玉山证券开出第一枪 拒绝受理00940申购 富邦证券公告 ETF交易热络 开户至少五个工作天 发售ETF的原大投信 发声明提醒 评估自身风险成熟能力 金管会也在拟定新管制措施 大家都上去大家都下来 这是它的风险 00940十大持股包含长荣联发科等等 去年上涨两倍 未来可能出现涨幅压力 超出自身财务欧印得有承担风险能力 三级新闻六个社稳为台北次放播的